台军又传出一年期义务役士兵未按时返回营区的疑似逃兵事件 据台媒报道 在台中成功领营区服役的赵姓士兵 26号晚收驾返回营区时 逼迫送他的友人下车 随即自行下车逃逸 舆论批评 台军士兵精神压力大 与民进党当局坚持台独路线 脱不了干系 在台中成功领服役的一年一五亿新兵 近日收驾都要回到营区报道 不过 据传在该营区服役的赵姓士兵 26号晚间 原本由友人驾车送回营区 因为突然不想回营 在路上拿出刀子逼友人下车 随即驾车逃逸 行踪不明 同时 还传出这名赵姓士兵 一次还欠下大笔债务 军警获报以后 联系家属 寻人并展开追击 情绪问题趁有人下车吸烟 独自驾车离去 至于外船有欠债压力 或是持刀胁迫有人 目前初步了解都不是事实 台军方当天深夜证实此事 表示已经找到赵姓士兵 不过 诚信没有持刀事件 同时 台军方还强调 赵姓士兵的情况 算余恰未归 不算逃兵 后续有关惩罚和心理辅导部分 我们会按规定与机制来做 只要没有正当理由 不唤为营区或离开营区 超过六天就可以处三年以下有去徒刑 在战争时期将可以从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去徒刑 从2024年1月1号起 岛内义务役由原本四个月恢复为一年 短短五个月 这已不是台军首次传出士兵逃逸事件 事实上早在今年年初 就有台军退役将领认为 义务役恢复一年后 逃兵一定会增加 近期台军内部的问题也确实屡见不鲜 据台媒统计 今年以来 至少已有十名官兵自伤离世 以此与部队压力大有关 舆论批评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 就是在一步步把台湾年轻人逼上战场充当炮灰 如果民进党台独路线不改 台军官兵的精神压力只会越来越大